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eple公民新聞報 有位因為疾病 從小癱瘓的女孩 林心輩 她雖然行動不方便 但並沒有放棄 探索世界的渴望 於是 她花了一年的時間 走訪十個國家 並且把旅遊心得 放上網路 和更多人一起分享 林心輩 四歲時無預警的癱瘓 從此無法用雙腳走路 但她並沒有因此 而放棄人生 三年前 林心輩動了脊椎側彎的手術 整整住院兩百八十天 幾乎快要放棄人生的林心輩 還是重整心情 不斷鼓勵自己 不要放棄 於是 她開始撰寫部落格 分享過去的旅遊經驗 回味過去旅行的美好 也將適合 輪椅族旅遊的相關資訊 傳遞出去 當時知名保險公司三雙美邦 正好要拍一支 關於輪椅族環遊世界的形象廣告 又在她的部落格中發現 她有多次的自助旅行經驗 因此打算與她合作 拍出這支勵志廣告 2014年6月 林心輩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走遍了一共五萬多公里的旅程 挑戰了跳傘 打雪 潛水的極限運動 人生 你怎麼知道未來會怎樣 而且我根本沒有想過 我四十五萬多公里的 所以有機會的時候 我就會希望可以珍惜 然後去試試看 克服重重困難 林心輩很感謝過去的自己 因為過去勇敢前進了她 讓她超越了 自在輪椅上的一百三十五公分視角 並且看得更遠大 更寬廣 教導孩子懂得付出 才能夠讓他們更感恩 並且珍惜自己所擁有的 嘉義竹崎高中 國中部學生的服務學習課程 學校老師就安排學生 騎腳踏車探訪獨居老人 為長輩送上溫暖關懷 從服務中學習成長 對媽媽們家中看事 雖然當天艷陽高照 雖然同學們汗如雨下 而一點都不嫌苦 阿媽好 牽起市民長輩的手 讓長輩們感受 透過手溫傳來的溫暖 我覺得因為現在的孩子 大部分都過得很幸福 然後要什麼有什麼 比較不懂得付出 我覺得他們出來 可以學習怎麼付出 對同學們來說 希望透過服務學習 來感受獨居長者的生活 進而學會知福惜福 我們騎腳踏車來關心阿公阿嬤 就是那些阿公阿嬤他們就是很無聊 就是我們可以常常跟他們聊天 以後在出外工作時 或許會記起這樣的服務 而想到回家鄉關心父母 阿公這樣太小了嗎 對長者們來說 雖然非親非故 但久違的親情感受 洋溢在臉上的笑容 師比獸更有福嗎 感受一下 原來這世界上 有的人是這樣的生活 才能夠更珍惜 自己現在所擁有的 祝他公身體健康 平安快樂 你也不堅潛 約會 封面 感受到 雀